當然我們今天到現場來 特別為您介紹我們前方地方 是我們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唐館長 唐館長好 對 聽說館長會的歌 太多了 不多 我一直會唱蕭黃旗的 真的嗎 真的 是 這樣子嗎 不會這麼難唱 館長喔 那個驚蕭蕭 而且他真的讓整個淡水地方 古蹟文化的傳承 古蹟文化的保存 藝術 人物這部分的會會 他真的不記得最大興奮跟他傳對疫情的舞蹟 對 我想其實在淡水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看一看 走一走 而不只是只有在老街而已 對耶 像我現在來的地方就多了一個新的景點了 我去老街再過去有一個廟可以去拜拜 是呀 是呀 然後還有那種很多地方其實是 我們比較少來看的 或少來去觀賞的 其實有空的話真的要去逛一逛走一走 是啊 感受一下不同的淡水 然後那些人文氣息其實真的很棒 對 當然提提淡水對黃旗來講 應該也是人世當中 有很多很多的記憶回憶在那個地方 對啊 那個為了 談戀愛也有在淡水 哎呦 然後又寫了一個歌叫做 因為談過戀愛所以寫了一個歌叫做 提燈籠的那一天 裡面就有講到 裡面就有講到淡水 再提一張專輯 啊真的 所以2002就來到淡水 然後呢 坐在那個淡水河邊 然後也去那個淡水的咖啡店 然後就是 把一些種種的過去寫 寫跟淡水有關的一些記憶 那 就會有一些回憶啊 是 那能否隨性我們清唱個兩句 讓他們回味一下感受一下 要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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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我試試看 從一朵朵的那一天 我們的心就緊緊想念 你不管別人怎麼說 把所有都交給我 帶我走在淡水小鎮 帶我坐在咖啡店聊天 幫你送我到火車站回家 你最喜歡坐在我身邊 靜靜聽我為你唱情歌 你最喜歡坐在我身邊 而你也希望我能為你寫一首歌 噢呦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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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這一首歌是要送給你 噢喔喔喔喔喔喔喔 掌聲鼓勵好棒喔 我懷疑當年你應該不只追一個人 所以淡神一定追很多人 這首歌真的可以追好多人 因為我追到淡神我也跑不掉 所以應該是可以來追我再追 也對啦 也對啦